跟着乐曲翩翩起舞 莫斯科芭蕾舞团预计来台演出两周 一万五千名观众引颈期盼 如今却期望落空 莫斯科芭蕾舞团第三次裁剪又有团员确诊 因此将取消全团在台湾的所有演出 我们会开放全额退费 我们其实在线上可以退票 使用信用卡刷卡的朋友 完全都不用采取任何的手续 我们直接会退到他原来的信用卡里面 一年半前就敲定的国际级演出 主办方任赔喊咖 以最低票价八百元来算 至少损失一千两百万 再加上防疫成本将近两千万瞬间蒸发 现在还得安抚团员情绪 我不可会言的舞团的经纪人 有相当程度上的情绪上的反弹 包括了团员的情绪也都不稳定 我们也尽力的安抚 通知了莫斯科在台湾的办事处 这次所有团员都是采一班旅客 入境规格检疫十四天 却依然验出八人确诊 而一文泡泡则是直接缩短检疫天数 风险更大 是否该取消相关规范 不会取消 但是区议员当然是免不了的 不会说因为这样子而紧缩 这些团体的申请 指挥中心表示会与专家小组讨论 在检疫期间实行分段裁检措施 避免再次发生全团取消演出的遗憾 大约新闻中子园李明华台北报道